炸的香酥的排骨酥搭上青菜炒肉炒蛋 每一道都要給學生滿滿營養 不過仔細看寒淡料理 有散蛋沒全蛋 而且下個月起有蛋的菜單會開得更少 但在下個月的菜單裡面 我的蛋量是並且減少 蛋的食譜裡面就會缺少一到兩道 我們盡量避免就是有整顆的蛋 譬如說乳蛋啊 茶葉蛋啊 改成其他的肉品來應應 便宜的蛋不好找 不只高雄學校營養午餐 供應受到影響 台南有糕餅業者也好難 沉灑去 剛出爐的糕餅 橘黃色澤 看起來好可口 師傅一個個趕工製作 只是不論是喜餅或是貢品 大多都要用蛋 蛋價卻一路上揚 五十六十七十 我們甚至買到一斤九十的 也因此永康冰仔市場出現這個情況 天都還沒有亮 一個個排隊都是要來搶蛋 一個小時內 貨被掃光 排隊搶蛋 因為這裡的蛋一斤只要五十二元 聽說三點多就開始排隊了 像這個市場 批發市場 想說比較容易買得到 可是跑到海底 它還是一樣買不到 不只要找蛋 更要搶便宜的蛋 在蛋價走高的現在 似乎成了民眾和不少有用蛋 需求業者的日常 にな年輕巧 還真心去年 爬重